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这个事情根本就不是你的刚需 所以你坚持不下来 什么是刚需呢 就是那种你不做了 你就不是你了的那种东西 就问题的阶段了 在这里呢我会分散 Forget about your goals Focus on the system 不要只当你世界的过客 而要成为它的设计者 你所采取的每次行动 都是为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的一次投票 你就是你的反复存在 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我自己 回到我自己的频道 这个读书系列 有一阵子没有更新了 但其实我最近读了蛮多书的 所以接下来会慢慢的跟大家分享 你有没有觉得 有的时候好习惯坚持不下来 是因为自己的动力不足 意志力薄弱 或者是自己的勾姿率 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告诉自己 从明天开始要习心革命 重庆做人 或者你有没有觉得 好习惯的坚持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所以一直断断续续 养不成自己想要养成那个好习惯 以上三个困惑我均有 最近刚好看了一本叫做掌控习惯 或者有的版本翻译为原子习惯 这本书基本上回答了我以上三个困惑 首先 意志力是靠不住的 就跟男人差不多 好吧 有的男人还是靠得住的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 我们人类呢 也不是有动机 对不对 所以是很难摆脱惰性的 那这个时候 单纯依赖我们的意志力 就是一个非常不可持续的方法 作者在这里认为 我们其实缺少的是对于 习惯的清晰的认知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你定一个 一个月之内我要受五金这样的目标 你就能够达成 我相信很多人都试过对不对 但是达成了没有 所以在后面我也会提到 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投资界有个概念叫做复利 近年来也被用于各种不同的领域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因为知识之间本来就是应该 融会贯通互通有无的 这样呢 知识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作者在文中利用这一概念说明 我们如果每天进步1% 也就是0.01 那一年之后我们的进步 或者是成绩 大概会提高37.38倍 相反的 如果每天退步1% 那一年之后我们剩下的就只有0.03 物理是一个指数级的概念 那时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复利的发酵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沉淀 它和延迟满足的概念是非常一致的 比如说一个长期吸烟和长期锻炼的人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可能看不出来特别大的区别 但当他们上了一个年纪以后 长期吸烟的人可能就会被一些 大小小的疾病产生 而长期锻炼的人可能 不论是在尸体上还是精神上 状态都非常的好 这样想一想 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妄想一夜之间能改变什么 当然黑天和事件除外 这是我最近读的另外一本书 会在之后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大家有这个感受 很有可能是因为网上太多人贩卖焦虑 如果有看过科医练习的话 就知道连莫扎特的完美音高 都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 并非单纯的天赋作用 人脑对于痛苦的事情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这点不难理解 生物的趋力变下性嘛 那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跟自己的大脑 跟痛苦去对抗 而是应该想办法把它变得有满足感和成就感 让自己能够激情满满的做下去 那激情这个事情我就顺带提一下 很多人觉得三分钟热度坚持不下来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这个事情根本就不是你的刚需 所以你坚持不下来 什么是刚需呢 就是那种你不做了 你就不是你了的那种东西 所以无论你心中想要追求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融入到你的身份认同里 那你就坚持不下来 像说以上误解呢 我们就可以到真正解决问题的阶段了 在这里呢我会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Y 也就是涉及到这本书的核心理念 是关于行为改变的三个层次 从外而内分别是结果过程和身份 这个是非常触动到我的一点 虽然说不是全新的一个主张 因为在《从为什么开始》这本书里 作者就已经提到了黄金圈法则 也是分为三层 从外而内分别是 what,how和why why呢就是你做一件事情的动机和信念体系 how呢就是你做成这件事情 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 而what呢是你做某件事情 所达成的效果或者是结果 那作者就针对习惯养成 细化了这个过程 在这里呢作者说 forget about your goals focus on the system 这个system体系的核心就是我们的身份认同 与其盲目的设立一些目标 比如说我在一年之内要看一百本书 我在一个月之内要减五斤这样的 种种 不如社稳人设 告诉自己 我就是一个拥有良好运动习惯 良好的饮食习惯 和读书习惯的人 作者也举了一个例子 想象一下两个人正在抽烟 当别人给他们递烟的时候 其中一个人说我正在戒烟 也就意味着他在努力的抵抗这种诱惑力 而另外一个人直接说我不抽烟 大家想象一下哪种更容易戒掉烟 因为我个人并不抽烟 所以没有特别切身的体会 但是很多研究已经表明 语言对于大脑是有塑造的作用的 也就是说我们语言上的改变 可能会对于大脑的认知 产生一种是根本上的变化 在这里呢我就特别喜欢 作者提到的这句 你所采取的每次行动 都是为你想要成为的 那个人的一次投票 你就是你的反复存在 有句话说得好 你的间接是努力 很有可能就是别人的日常 那日常呢也就意味着 这些习惯融入到了 他们的身份认同里 所以呢对他们来说 就是组成他们的原子 关于是什么 我们这里简单的了解一下 习惯形成的机制 在书中作者将其总结为四个阶段 分别为提示 渴求 反应和奖赏 那对于多巴胺 对于大脑的这个奖赏机制 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大家都知道 结合开头提到的三个问题 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过程 就不难发现 我们缺少的其实是一个 对抗多变现实的 一个相对稳定 且可持续发展的体系 而在这个体系的核心 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 通过对于这样的身份认同 来促成一系列的习惯 而这些习惯呢 就是重复次数多到 足以自动化的行为 而这些行为所达成的一些效果 会反过来去再次 reaffirm我们的身份认同 然后这样它就会形成一个 非常健康的循环 最后我们进入了 实战演练的阶段 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情况 人在上海已经被疯疯了 N多天 从一开始的沮丧 失望到慢慢的养成了一套 我还算比较满意的居家routine 我觉得呢 这本书提供的建议 算是帮了不少吗 这个居家routine 其实就是属于行为改变的 第二个层次 属于过程 而这背后的身份认同是 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善于自己 在逆境中也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的人 既然习惯就是我们的反复存在 那我就希望找到那些我所成为的人 反复在做的事情 我就去了油管 搜集了一大堆大声的vlog 尤其是他们的层间routine 慢慢的加加减减的形成了我目前的一脚满意的一套routine 但书中作者提到了四大定律帮我们培养好习惯改掉坏习惯 我就不展开一一阐述了 就说几点对我来说非常有效的 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得多 不要只当你世界的过客 而要成为它的设计者 很多时候我们做出某种行为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境的便利性 比如说睡前把手机放在离床远一点 那么第二天早上就不太容易会在半梦半醒之间把它关掉 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或者说在睡前呢 把瑜伽符放在床边非常显眼的累质 这样呢也有利于我们形成成间锻炼的习惯 或者说在吃零食的时候我们提前规定好量 比如说三片饼干 那么把其他的全部都放在保鲜袋里 这实话不知道有多少次 我不知不觉就吃完了一盒饼干 而且没有那么的有幸福感 因为真正有幸福感就是你在吃到前几片时的感受 之后就是机械化的一个摄入 而非真正的有幸福感的有意识的去摄取 两分钟反则 当你培养了一项新习惯的时候 它所花的时间应该不超过两分钟 或者你可以试着做一件事情 然后两分钟之后停下来 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两分钟可以做很多事情 当大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它就完成了 比如说封城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每天早上起来涂了抢菜 就是刷手机 各种负面消息 一方面抢不到菜 另一方面搞得我的心情一整天都不大好 所以我就想着我得戒掉朋友圈 然后我就想到这个两分钟法则 我想着这前前后后也超不过两分钟吧 所以我就设置了朋友圈不可见 前前后后也花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但它所造成的效果是巨大的 因为我没有朋友圈我发现我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读书 而且不用把自己困于那种受害的模式 精神也变了不少 期间有几次是想要打开的 但是呢还是需要有几步的 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定律 换习惯变得更困难 所以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打开朋友圈 而且我觉得没有朋友圈的时间 反而让我看了很多书 所以我很开心 最后呢就是习惯叠加和绑定几号 这对于形成一套可持续的体系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我们之前提到大脑是非常喜欢及时满足的 那对我来说 每天早上起来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喝咖啡 喝了咖啡以后呢 人就会比较开心 比较有动力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去冥想 最近用的是Heartley Lab 整体来说对新手是比较友好的 因为它有一些人生的引导 然后也会帮助大家思考一些问题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十分钟简直太难熬了 因为你基本上就是坐在那里呼吸 而且慢慢的我就 愈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的享受 而且十分钟突然之间就过去了 就是在那个一呼一吸之间就没有了 在冥想之后 我的大脑会比较清晰 也就是意志力比较强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运动的最佳时机 我会穿好我提前准备好的瑜伽服 比如说今天这套紫色的瑜伽服 然后根据提前设定好的playlist 来跟联怕姐 She is a monster 在运动之后 我会安排阅读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因为在运动之后 我们的大脑会产生很多新的神经元 而从事脑力的劳动 就会帮助这些神经元建立有意义的连接 对我们的阅读呢 就会事半功倍 之后就是神清气爽的一天了 如果是工作日的话 我就会开始我一天的工作 如果是周六周天的话呢 我就会安排别的事情 这套瑜伽在某种意义上 真的是拯救了我 让我从一开始的郁闷失望 到现在多了对生活的掌控感 而且觉得每天也很充实 卢叔也会也给我带来了 很多认知上的改变 也希望能够跟大家持续的分享 最后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加拿大的博主 自己尝试了不同 成千routine这么一个vlog 非常的有趣 可以看一看 说不定可以探索出一套 属于自己的morningroutine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 我从下午录到现在 太阳都下山了 希望能够帮大家走出习惯的迷宫 重获对于人生的掌控感吧 哪怕一点点掌控感 如果觉得有用的话 也可以分享给自己的朋友 大家如果有别的很有用的方法 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非常希望跟大家多多的交流 我是JZ 我们下期见 Bye